将夜原著小说中 叶红鱼是如何挑战君墨的 书接上文 樊龙是西陵神殿最精深最强大的阵法之一 也是叶红鱼迄今为止掌握最引以为傲的道数 叶红鱼以道剑凝成的樊龙阵 一定困不住君墨一世 但他要的就是一时 刹那陈光 足够西陵神殿联军做很多事情 比如千骑冲锋 万道剑痕自天目垂落 落于君墨的深周 构织成一道繁蜜的繁龙 君墨的目光已经看穿这座神镇 看穿了叶红鱼隐藏着的意图 但为时已晚 因为即便是二师兄 也不得不被万道见光 囚禁片刻时光 原野开始震动 无数神殿联军的铁骑 如潮水一般向青霞出口处涌去 青霞出口处的棚下 北宫为央和西门不惑 石秦暗销指尖微颤 他们刚准备有所动作 吸灵天狱大神官 一道苍老的声音在原野上响起 紧接着北宫为央古琴上的树根琴弦 从中断裂 心门不惑境界稍弱 更是直接摊坐到了地上 只一瞬间 他们就失去了战斗力 此刻青霞洞口大开 西陵神殿联军骑兵 如潮水般直指青霞 君墨清楚 如果再不破阵 青霞处的师弟师妹们 必然会被铁骑碾压 他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他必须马上破阵 讲到这里 君墨果断收回铁剑 任由数万道剑痕 直刺自己的身体 二师兄就是要用自己的身体 硬扛数万道剑光 唯有如此 他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从返龙里脱困而出 就在万道剑痕斩落之际 二师兄身上的盔甲上 释放出无数道服役 与自空中袭来的无数道剑光相撞 激起无数道恐怖的湍流 君墨浑身欲火 整个人仿佛都要燃烧起来 下一刻 那柄宽直的铁剑 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里 也许在晚一刻 书院的弟子们就要葬身铁蹄之下 二师兄挥剑 无数冲至青霞口的骑兵 顿时人仰马翻 青霞不远处 夜红鱼脸色微白 唇角渗出一道血水 繁龙神阵被迫 他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 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震惊的情绪 反而露出了一道平静的微笑 他不再观看青霞处的战况 转身向自己的神年走去 因为他的目标已经达成 他相信君墨 虽然看着无视 但实际上肯定受了很重的伤 那是他的剑 他的凡龙 对于这一点 夜红鱼非常自信 他最自信的事情 便是战斗 勤销已决 再也没有谁能够抵挡万骑冲锋 君墨没有受伤 也做不到 就算柳白此时 临阵倒戈 也无法做到 阎臣大作 无数铁旗帜 青霞不安 二师兄站在青霞之前 他挥舞着铁剑 身上的盔甲焦黑破烂 脸色渐渐苍白 即便君墨已经很努力的杀敌 但成效甚微 因为西陵铁骑 涌向青霞的速度 已经超过了二师兄的杀人速度 北宫伸出颤抖的手指 想要重新把古琴上的琴弦记好 却使不出来一丝力气 古琴只剩了一根弦 即便能弹 又如何能够成曲呢